今天的韩民族日报刊发评论 题目代表了韩国反对派对尹总统的评价和情绪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 朴槿惠也未如此 可不是吗 这正是我们想说的话 文章说 可能是前总统李明博 眼睛很小 为人胆小 在牛肉风波中并未与愤怒的韩国民众进行斗争 而尹锡悦总统眼睛很大 为人胆大 不盼于韩国民众抗争 所以是一个可怕的人 李明博政府时期2008年4月 韩国达成对美全面开放牛肉市场协议 一些韩国媒体当时也指责 这是对美屈辱外交和朝贡外交 由于美国牛肉进口风波 烛光集会接连不断 2008年6月10号发生的大规模烛光集会 通过明博山城才得以制止 尽管如此 李明博后来还是就进口牛肉问题 与美国重新谈判 要求美国停止向韩国出口30个月以上的牛肉 并辞退了韩国总统市市长柳又易 民政首席秘书长李中赞等6名青瓦台参谋人员 看看尹锡悦总统是怎么对待福岛核污染水的 今天韩媒报道说 日本政府于8月24号开始排放核污染水入海 还不到一周 韩国执政的国民力量党以及政府已经准备更换核污染水的说法了 国民力量党守护我们海洋工作组委员长程一中今天说 作为委员长 我也使用这个名称 可以说我们党已经正式开始使用污染处理水这个名声了 怀念完李明博 这篇文章又说到朴槿惠 说他在当选总统前还曾访问过朝鲜 与时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进行了会谈 朝鲜半岛信任进城 就是其访超成果之一 与此同时 文章认为 朴槿惠在任职期间也积极考虑了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任期初 其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 冷淡地回避了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赛 令安倍一时陷入尴尬境地 2015年 朴槿惠不顾美国反对 与中方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了阅兵式 文章评价他 虽然其态度摇摆不低 但至少为大韩民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了努力 当然 以中国人的观点看 朴槿惠后来不是摇摆不定 而是完全改变了立场 彻底投向了美国一边 萨德的部署让中韩关系一夜之间降到冰点 直到今天都缓不过来 不过韩国人还是坚持 把朴槿惠和尹熙悦做了比较 这位韩国记者说 尹熙悦总统则大不相同 尹熙悦似乎不仅要改善于日本的关系 还要推进韩美日同盟的建立 朝鲜半岛正在被迫走向韩美日和朝中俄的对决场 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 这一点也十分令人生畏 尹总统的历史观也令人生畏 韩国培养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 今天对韩联社证实 将把韩国抗日将领红饭图的半身像 牵至陆军校外 韩美此前一天报道说 取而代之的将是亲日将军白善叶的半身像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今天宣布无限期绝世静坐 以抗议尹熙悦政府破坏民主等暴政行为 并要求尹熙悦明确表明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 尹总统上任不过一年多 对他进行评价显然为是太早 不过话说回来 这短短一年多 已经多次刷新了我们对韩国总统的认知 我们下期三段 是从小时平一年多 从小时平一年多 就是我的词 再次约会立下期三段 我咨识看